养宠物的人都知道 宠物能够给寺主的生活增添乐趣 也能够给疲倦的寺主带来疗愈 但是对于那些想要和宠物温馨共处 但又没有能力养宠物的人们而言 宠物咖啡馆往往是它们的另一个选择 然而宠物咖啡馆不再是唯一的选择 位于吉隆坡双威太子购物商场的Cat Playground 就是一个人和猫咪能够共处 甚至互相疗愈的游乐场 从字面上看 Cat Playground是猫咪游乐场的意思 而Cat的三个字母Cat 其实是Cat Assisted Therapy 也就是猫咪辅助治疗的所写 显然的这是一个主打治疗的猫咪游乐场 而这个游乐场的创办人 就是一名动物辅助治疗师 其实我儿子本身是有治疗症 但是动物也是其中一个我们治疗它的方式 通过动物短短的三个月 我们是从它一个严重的治疗症 把它变成一个猫的症状 然后现在它已经是上着普通学校的了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是进了这个行业 但是整个Cat Playground的concept本身 其实也是因为它喜欢 它就讲 不如绝对 它就跟我讲 不如我们开一个Cat Playground 就可以猫咪开心 才会子们开心 那好 我们就做了这个Cat Playground出来 动物辅助治疗在国外盛行已久 近年来才进入我国 当中就有以狗为主 或者以马为主的动物治疗 但是作为一家主打猫咪辅助治疗的场所 Cat Playground还是第一家 邱义俊认为 动物辅助治疗非常适合儿童 因为大多数的儿童都喜欢动物 但它也不一定适合每一个特殊儿童 因此在进行治疗以前 治疗师要先评估那个儿童 基本上其实是看孩子们的情况来做判定 因为猫本身是一个很敏感的动物来的 所以很多时候自闭症的孩子 它们都不懂得怎样去跟人互动 所以如果当你训练到猫本身 一个这样敏感的动物 它们都可以困难到的话 其实这一方面来讲 是帮到它们在社交方面的一个进展 我们有些猫玩的那些生理 所以通过治疗师的指导 当它们玩这个神的时候 其实猫会跟着动 所以猫跟着动的时候 你的眼睛自然就会跟着动 然后你的眼睛跟手的 这个 coordination就得到了 如果我们是讲很多时候 我们要训练他们的五脚技能 这些比较小肌肉的这方面 我们是可以训练孩子们是喂猫的 就算给猫零食吃的话 它也可以是一只这样子的东西 但是通过这个这样小的东西 其实你是可以训练到它 怎样去控制它的五脚技能 不会的孩子们会怎样按呢 这样子 通过这些再加买猫的一个互动 基本上你整个的疗程 或者整个的过程 你的 reward会更好 因为传统的一个 therapy方法就是 你做得好 我给你一个 sticker 所以如果我正在给你做这个东西 你做得好 那个猫本身会过来给你那个爱 你认为哪一个反应会更好 动物的 这个是动物做到的东西 很多传统的一个治疗 做不到的方面的东西 游乐场内的猫咪们 都是邱玉俊拯救回来的流浪猫 这些猫咪在执行辅助治疗以前 都被它训练了几个月 确保它们的脾性都很温讯 不会伤害人类之后才带到这里来 在它看来 很多时候这些猫咪 对人类执行辅助治疗的同时 也从人类那里得到疗愈 因为这些猫咪都有不堪的过去 简单来讲 其实这里的猫 它多过一半 它们都讲是要去 就是人到外面的 但是因为什么的原因 有一些是可能他们呼吸吸到不好 或者是太老了 有一些肿瘤 但是不能开刀 因为太老了 这样子很多不同的原因 好像你讲有点缺陷 但是我们是觉得 这些缺陷 其实不应该导致到 他们不可以被爱 不可以被接受 因为其实是看人本身 所以只能去看待它 如果我们讲一个人 如果他的呼吸系统不好 难道你去 会堵塞它吗 没有的 这么猫的时候 就会这样 那我们就想到 通过这一方面的 这个概念 可以给到他们 有另外一个可能性 再被爱 所以他们证明了 是可以做到的 他们现在来到 他们跟人没有问题的 Cat Playground的治疗对象 不仅是自闭儿童 还包括过动儿 糖尸儿 脑瘫儿 语言发展迟缓的孩子等等 除了猫咪以外 这里的游乐设施 都带有治疗的功能 这些所有的东西 都是针对这小孩子的 感动的需要 但是只是讲 每一个东西 我们都是给了它 一个team的 好像你看 Rock Climbing本身 它个壁 就有一个 那个猫的 Climbing过来 所以有时候 有些孩子 不是太乐意爬的时候 那我们有可能 会放那个猫 本身上去 那个Climbing 连他们会看到猫 在那边爬 他们也会去 模仿这个动作 然后去写吧 那你看这个圆形的 Donut shape的 这个Climbing网 其实也是很需要 孩子们的 我们正在Work 孩子们的 这个Mustle Development Balance Coordination 它的腰部的这个力 那种圆形的 这个Poster一样 它基本上 就不跟你所有的鞦韆一样 那你本身一坐上去 第一 我们逼着孩子们的脚 是打开 所以它自然 是要一个 这个Stretching的作用 就算你看这个Stretching 会比较斜一点的 因为我们要推着 它的那个 虫力 因为这个虫力 其实是可以 帮到他们的 前进的这个发育的 为了很多 特殊的孩子 尤其是自闭症 这一方面都 没有完成的 装滑到好 所以会影响到 他们等等的 这些问题的 除了作为猫咪 辅助治疗的游乐场 这个地方 也公开给 其他人进来 身为一名 自闭儿的父亲 邱义俊深切地了解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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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